曾世穎聽到了賈宇村贏了這一首對聯 她說玉在貴中求善嫁 差魚連內戴是非 我們上回講到這個對聯說到 賈宇村跟林大玉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她是她的西席老師 就是她是她的家庭教師 那依照作者的寫作習慣呢 她在一個對聯當中 一首對聯當中 既然帶到了兩位主角 兩位女主角的名字 而她的故事又跟其中一位發生了關係 一般來說呢 她跟另外一位也應該有關係 所以很多人就去猜想 去揣想說 她跟薛寶釵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差魚連內戴是非 是非呢 是宇村的字號 所以有沒有可能 薛寶釵最後不是情歸賈寶玉 而是情歸賈宇村 這是關於薛寶釵結局的另外一種想像 然後接著呢 請你跳過去 我們跳過一些部分 來看到在各位的第十頁 跳過兩頁左右 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跳過的部分就是 曾世穎後來跟賈宇村有過一段深談 然後她很欣賞她 然後她也為她 因為經濟的因素 沒有辦法上街 考取更好的前程而感到惋惜 所以呢 就決意資助她 然後呢 賈宇村就 速速進京趕考了 那你知道賈宇村進京趕考之快 就是 她前一晚才資助了她 然後隔天早上還想要跟她打個招呼 沒有想到葫蘆喵那邊就說 賈宇村 立刻收拾了 這個行囊 天未亮就進京趕考去了 可見了賈宇村跟曾世穎 她其實是 蠻明顯的在性格上面的一組對照人物 我說過曾世穎是一個 秉性甜蛋 對不對 不以公民為念的 這樣子的一個靈袖的人 然後 賈宇村卻是一個就是 朝思暮想 一旦有了足夠的盤纏 然後迫不及待的 天未亮就進京去的這樣一個人 所以作者在一開始 其實也把這個真假做出一個 一個對照 然後接著呢我們看到 在中間這一段說 曾世賢處光陰亦過 述乎又是元宵佳節 這個元宵佳節是 道仁和尚給予 曾世穎 曾英蓮的 女兒曾英蓮的一個 趁雨的時機嘛對不對 他說曾世穎呢就讓家人 霍起帶了英蓮去看花燈 然後呢霍起因為要少便 就把英蓮呢放在一個門檻上等著 沒有想到等到小姐完了 回來的時候已經找不到英蓮了 那這個真是 當然霍起就趕快找啊找到天明都找不到也不敢回去見主人了 所以乾脆呢就逃往他鄉了 所以霍起的名字呢在這裡 弦音又叫做霍起 一切災禍從他開始的意思 那這個 曾世穎夫婦呢看到女兒一夜不歸知道大事不妙了到處去找都找不到 夫妻二人呢辦事只生此女一旦失去其不思想 所以呢昼夜啼哭幾乎呢不顧性命不曾循此 然後這個一個月之後曾世穎先生病了 夫人風氏呢也跟著呢私女購籍請因治療 倒楣的事不止這一樁 又過了一個月農曆3月15號左右 和尚不小心引發了葫蘆廟的起火 波及到了曾家把曾世穎家呢幾乎燒得金光 所以呢連個落腳之處都沒有啦 請你往後看 他呢就只好帶著太太來投奔岳父大人 岳父呢信封民宿 本來呢就是他們家只是務農 但是呢算是有一些積攢的人家 家裡還算英史 但女婿狼狽而來 以前的人都覺得 嫁出去的女兒泼出去的水嘛 所以我指望著女兒嫁到好人家 還能夠讓我們娘家能夠跟著沾光對不對 結果不但沒有你們還來投奔我來 心裡就有點不高興 那曾世穎呢變賣了一些田地還有一些錢 然後就先暫時靠著這個過日子 沒有想到呢時間久了 曾世穎又是讀書人 又不太熟悉這個莊家的事情 所以就越賤越窮了 那這個風速呢看不過去就會給他點臉色 說一些難聽的話讓這個曾世穎呢覺得心裡很不舒服 然後加上呢女兒不見了然後落成現在這般下場 然後又生了病 所以呢就露出那下世的光景啦 下世的光景意思就是有點 到了後半 就是後半生沒有什麼希望的這樣子意思 就越來越糟糕有點距離這個人生最後的階段了 那這一天呢 他就主了拐杖到街上散行 又看到了那個博足道人 你們記得這個道人嗎對不對 其實在那個小說當中呢 有人曾經做過研究 一生一道 妙的是道士 救脫的都是男性 僧人救脫的反而是女性 好那有人在這個有專門寫過文章 你們有興趣其實可以自己去查找一下資料 那個道人就來了 然後呢依舊是那個瘋癲的樣子 嘴裡就念著幾句詩 下面的這個詩呢 是《紅樓夢》最著名的《豪聊歌》 你們很多人聽過《豪聊歌》的名 可能沒有仔細看過他的內容 他說 世人都小神仙好 唯有公民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荒種一堆草莫了 世人都小神仙好 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招只恨聚無多 及到多時眼必了 世人都小神仙好 只有郊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 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小神仙好 只有兒孫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來多 孝順兒孫誰見了 這就是《豪聊歌》 那你知道大家都想要做神仙 我們都說神仙逍遙自在嘛 可是要做神仙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在這裡呢跟各位同學聊一個概念 就是神仙跟菩薩的概念 神仙跟菩薩他的基本上會想要成為這樣子的身份 是有很不一樣的出發點的 神仙是道教裡面的嘛 他基本上是利己主義的 就是他是為了求自己的逍遙自在的 可是佛教裡面所謂的佛或者是菩薩 是利他主義的 他是要救度眾人的 所以這個神仙呢 他基本上他是為了自己的好 而不是為了大家 那為了自己的好你覺得很簡單嗎 長生不老 逍遙自在 你們都覺得有很多痛苦煩惱啊 都想要斷了這個煩惱梗啊 可是你要能夠當神仙 你要拋下很多事耶 神仙是什麼 參風露宿耶 連要你吃一個月的素食 不要吃肉你都做不到 不要參風露宿了 然後過著那個 非常就是 閒雲也鶴的生活耶 你們可以嗎 好當神仙不是嘴巴上說一說就能當的 你要拋去的是很多 在好聊歌裡面他至少告訴你 有四件事情是 最為一般凡人很難割捨的 什麼呢 公民經營交妻兒孫 在過去當皇帝 大概中國幾千年來也沒幾個 而且皇帝的這個制度 大概也不是一般人努力就可以當的對不對 可是我們可以努力啊 我們可以幹嘛 文的做宰相 武的當將軍 所以古今將相再何妨 將軍跟宰相 那個是 一輩子多麼 投注了多少心血 甚至經歷多少鬥爭 踩著多少人的肩膀往上爬 而且你要能夠到這樣的一個位置 你可能是 拋家棄子 你可能是 毀壞友情 就是名利爭奪場當中最後的佼佼者 可是 這個就是名嘛 你們一輩子在做的事情 是 為什麼要博得一個成就 成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名嘛 是不是 你們如果只是為了自己過一個 可以三餐溫飽的生活 我想 不用那麼累 大概也可以溫飽吧 可是 要的不只如此嘛 你希望能夠到一個好公司 你希望在公司主管 選拔少主管的時候可以選上你 然後你希望最後可以 當到你們那個team裡面的leader 然後甚至到最後你可以自己開公司 如果你有機會自己創業 你有機會上市 你有機會 變成跨國企業 我想你都不會放過吧 是不是 所以 古今降向再何方 我們 不過那個虛名到了頂點 在古代來說就是將軍跟宅相了 荒種一堆草莫良 當仁義死了之後埋在土裡 一代 好也許你這一代還知道 也許下一代還知道 百年之後呢 過了三代之後呢 行人在經過這個 墳前的荒種金遮蓋了墳墓 有誰知道裡面埋的是當初怎麼樣子 大名鼎鼎 名聲顯赫的人呢 荒種一堆草莫良 都隨著時間隨著歷史 消失無蹤了嘛 都只有經營忘不了 不會有人嫌賺的錢多吧 中招只恨巨無多 各位同學有想過 你的一生當中要存夠多少存瓜 才可以退休嗎 好像現在有人統計就算三千萬都不夠 對不對 就是你會覺得存多少可以退休 可是 我有一個同學 他 很 很厲害 他每一年的年收入呢 我們幾個在猜 大概 我們覺得大概至少有四五百萬以上 搞不好不止 那 他就告訴我們他40歲一到 他一定退休 他覺得他賺夠了 他要用他40歲以後的人生去 享受 真正的生活 所以他40歲以前很平 可是到了40歲 你真的跟他說退了嗎 再做一年又多五百萬 再做一年又多五百萬 那是一個理想 一個夢 但是真的借040的時候 旁人跟你說 你不要退我幫你加薪 你再繼續幫公司賣命吧 再做一年 超過五百萬耶 你會選擇原來的初衷 還是選擇 再做一年呢 你會告訴自己說再一年就好 再三年就好 哎呀到五十好了 終招只恨巨無多 你知道年輕人跟 我們之間的差別是什麼 你們有 有的是閒 就是時間 可是你們沒有錢 所以你們想要跟朋友去玩 要出國玩 要什麼要存很久的錢嘛 可是到了上班族 有了錢 沒有時間 再到老一點 有人想說我錢半身拼一點 我退休以後來享受人生吧 可是退休以後可能沒有的 不只是錢或時間的問題 也許是健康 也許是體力 你65歲以後再跟你說你來去攀登玉山吧 攀得上去嗎 你再去環遊世界吧 你走得動嗎 終招只恨巨無多 好像那個錢永遠沒有到你覺得心滿意足足夠的那一天 即到多食言必了 好像賺夠了 我可以來享受我這輩子自己花的錢吧 往往都是健康大不如錢的時候才產生的一種感慨 我應該早早停止的 我應該更早開始過我自己想要的人生的 即到多食言必了 世人都少神仙好只有交氣忘不了 你看那個社會稀文一天到晚都是為了女人打架 鬥鬥 兇鬥的事情實在太多 可是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你看西門慶在世的時候他的己房妻妾 為了他怎麼爭寵怎麼樣拼命討好他博取他的喜歡 可是你們知道當西門慶一死 他的己房親切有誰留下來 除了正妻吳月娘以外 妾室全部改家了嘛 所以君生日日說恩情 活著的時候說愛你喔愛你喔 死的時候跑得比誰都快 你常常會覺得不值得嘛 那只有兒孫忘不了 這個道理大概不用我多說了吧 大一一進來的時候如果要你們寫作文 每個人作文都說我想家 我想我媽媽 我特別在每天晚餐不知道要吃什麼的時候想念她 我特別在我要洗衣服的時候我想她 我想我那個溫暖的家 我好期待連假趕快回去 你到大三 在路上再碰到同一個同學 欸國慶日連假四天你要去哪 我要跟同學去花蓮玩 那你媽呢 沒關係啦她自己在家她過得好好的 你知道那個 越是節日 越是跨年 常常是父母越寂寞的時候 因為都是孩子要出去玩的時候 爸媽就是兩個人自己守在家裡 吃心父母古來多 少順兒孫誰見了 你知道我有很多朋友 她一個月的收入三萬塊 三萬五 然後自己有個 一兩歲的小孩 你問她說你每個月的花費要花在哪裡 她說她規劃好多喔 兒子要上財 財一班然後呢快要換季了要給兒子買後外套 然後這一個要幫兒子保險然後要幫兒子理財 所以呢一個月花一萬多塊在兒子身上都不夠 那你問她說那你每個月給你媽多少 唉唷我媽不會差我這一點錢啦 我養兒子都不夠了我哪裡有錢給她 你生日包給你媽多少 一千二 但是每個月要花在兒子身上不只一萬二 這叫什麼 痴心父母古來多 少順兒孫誰見了 這個道理大概 同學很簡單就可以理解的對不對 那真是你聽了以後就上來說 你滿口說什麼 我只聽見好聊好聊 道士就說了 你如果聽見好聊兩個字 還算是個明白人 你要知道世界上外班好便是聊 聊便是好若不聊便不好 若要好去得聊 這個歌就叫好聊歌 什麼是好聊歌呢 我們借莊子的話來說 這是莊子養生主裡面的一段話 什麼是養生主呢 他其實要養的就是你的主體 你的心嘛你的主體 在道家不說是心 因為這個心或者是知 在道家有跟我們一般理解比較不一樣的意思 但是這個他用生主就是來說 你的人之主就是你的主體的部分 那你要怎麼修養他呢 他說無生也有牙 而知也無牙以有牙 所以無牙代義 生 我們的生命是有牙的 有牙就是有鏡頭 你看得到邊界的 他是有線的 是有鏡頭的 而知也無牙 這個知不是儒家的知識 不是血海無牙 那個儒家鼓勵你去追求的正面積極的那個價值 他這個知呢指的是心知 什麼是心知 在這個道家來說 我們本來是無心的 無心的意思就是你本來是白紙一張 你沒有分善惡的 所以老子道德經第二章說 天下皆之美之為美思惡意 這句話你們很熟嘛 本來沒有訂出美惡的標準 可是當我們訂出來什麼是美了以後 不符合這個標準的就是不美 就是惡嘛 所以一旦我們有了名模的標準為美以後 你沒有像名模這樣子 我們以前都說林志玲 現在說誰 現在都說韓星了是嗎 你有了這樣的美的標準 女生只要身高 矮於170就是矮子嘛 如果你的皮膚比他黑你就是黑鬼嘛 然後女生講話都是要嗲聲嗲氣的嘛 如果你不那樣子講話的話那你就是個女漢子嘛 然後如果你不是雙眼皮的話就要去割嘛 如果你是留短頭髮的話那就是 男人婆嘛對不對 所以 當我們開始有了一個所謂美的模型美的標準的時候 思惡矣我們凡事不符合這個的 二分法就把它剔除了 所以 新知是什麼 新知就是 本來無成見 本來無心 可是社會教育告訴你 這個是好的 那個是不好的 我們都要追求好的嘛 所以你們要追求什麼 唸電機系很好唸中文系很爛嘛 呵呵呵 聽到中文系爸媽都快要哭了對不對 然後回家要抗爭 我好多同學在唸中文系的時候是跟我說 他多執著唸中文 他在大學唸了幾年的理工科以後 回家跟爸媽哭著說 他要唸中文系 爸媽說你瘋啦 你好好的考上一個電機系不唸你唸中文系 所以他們 赤死一路拼到博士 就是證明說 他唸中文系可以唸到有出席嘛 結果現在 博士 畢業找不到路 找不到工作大有人在 就是當你認定什麼是好的標準的時候 你有了不好的標準 於是你就有了成見 那個叫做知 知就是進來的成見 你開始用你的成見去判斷每一樣事物 所以呢 這樣的一個成見是無涯的 因為他是一種慾望嘛 譬如說 好你房子要買 如果今天你跟你朋友講說 我從那一點錢買了一個房子 你朋友問你的第一句話就是什麼 買在哪裡 哇這個地方會漲對不對 買的這個地段好不好啊 坪數大不大啊 是不是有名的建商蓋的啊 你會一再的追求嘛 所以啊 你自己都會不好意思講說 沒關係沒關係我先買少套房 我將來再換屋 為什麼要換屋 如果住的舒服為什麼要換屋 因為 我還要求更好嘛 你不會說你自己可以 買得了 買得了50坪的你去買10坪的 大概不會有人這樣子 你可以買車像你知道 我 我周遭我就認識這一個 他們一家人 買了一個小型的5門的車 然後要換車 換的那台車我看起來一模一樣 我說你換車啦 他說對那台車也開了 五六年了要換了 我說好那你換這車 其實我看不出來 因為他們還是換了一樣的 我們的車 大小都一樣 牌子不一樣了 所以本來那台車60萬 後來再買的那台車 120萬 牌子不一樣了 那我問他說功能有改變嗎 沒有改變啊 那大小有改變嗎 沒有改變啊 到底什麼不一樣 哎呀你不懂啊 這台車他性能就是比較好 知也無恙 你的生命是有限 什麼有限 時間有限 什麼有限 體力有限 什麼有限 聰明才智有限 什麼有限 物質能力有限嘛 所以你是一個體能就是這樣的人 你一定要學人家去跑超馬 跑那個超級馬拉松 然後跑到最後怎樣 你的體力 你的身體都已經告訴你 你負荷不了了 你相信說我只要意志力可以到 我就可以到 然後呢 容血症 然後呢 要截肢 我再怎麼努力 我就是只能考上這個學校 你說我不相信 我的同學都是台青教 我一定要去念台青教 所以念不到台青教呢 憂鬱症 念不到台青教呢 我要自殺 因為我的高中同學都念台青教 為什麼我念不到台青教 你在選擇的標準並不是你喜歡 而是你看著的前面的那一個 永遠追不上的那一條路 你的錢 明明簡單的買一個20坪的房子很容易 不行我要買50坪的 所以我要貸款 所以我每個月呢 的薪水六成再還貸款 我其他要縮一結實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追求更大更好的 欲望是無窮的 你用你有限的能力 有限的時間 有限的資源 在追求永遠達不到的那個欲望 所以以有牙隨無牙待遺 人生的痛苦疲累 我好累喔 我覺得我的每天每天都不知道在忙什麼 我連傳孔器的機會都沒有 我不快樂 你那個待遺的理由是 你用你做有限的去追求做不到的事 所以你永遠跟在後面跑嘛 那等到好沒關係 我終於我重考我重考我重考 我一定要考到我想要念的學校 我40歲再念那個都可以 可是念了以後你發現你不快樂嘛 那不是適合你的嘛 所以以有牙隨無牙待遺 那這是什麼 所以我們才會講 知止是善嘛 知足常樂嘛 所以什麼是好什麼是了 你們有看過那個白鮮勇 他有一本小說 短編小說集叫做台北人 台北人在講什麼 他在講的是哪一群台北人 台北人的故事不是真的在寫台北人 他在寫一群 當初從大陸來到台灣 然後希望有一天可以再回大陸 因為你知道當初能夠來的人 大概都是買得起船票的 那時候買船票不是這麼簡單的事對不對 所以要不然就是你是官 要不然你就是地主 都是在大陸過得很好的 來到台灣 他以為來避難 過一陣子就回去了 沒有想到 就這麼割下了 就回不去了 他變成一群住在台北 卻以為可以回到大陸的台北人 所以呢 裡面好幾篇故事講到什麼 比如說你們比較知道的名作 永遠的銀血宴 你記得他裡面說 銀血宴永遠穿著一席白色的禮服 然後他們家裡面經常都是舉辦宴會 然後很多都是當時就是蠻有名 有頭有臉的人來參加那個宴會 然後大家怎麼形容他 他說銀血宴好像永遠不老 為什麼 因為銀血宴他象徵他代表的就是 那個記憶裡面他們永遠不會褪色 永遠在追求的美夢跟青春 跟那個色彩光鮮亮麗的那個過去 銀血宴扮演的就是那樣的一個角色 又或者是有人說銀血宴扮演的是死神 就是他們去到那個宴會 他們覺得好像在那個宴會的那個空間裡面 似乎再次體驗了他們曾經風光的日子 台北人還寫什麼 寫花橋榮記嘛 花橋榮記是一個米粉店 然後他們那個米粉是貴州 如果我們有記錯是貴州有名的 當地的米粉 那老闆娘就是坐著家鄉味 然後每一個人都要固定時間 日常生活就是習慣上要去吃那個米粉 透過那樣的味道他們懷念在故故鄉的日子 然後吹噓著自己在故鄉 曾經是多麼了不起的人物 可是他們現在在這邊 可能就是靠著一個分配配給他的小房子 可能就是配給他的一個什麼 因為他可能也不做工作 他就想像著他有一天會回去 這是一個時間往前走 卻永遠回頭看的台北人嘛 所以什麼是了 了就是停止吧 畫上那個句號畫上那一條停止線 你才會好 所以他說你要知道世界上萬般 好便是了 了便是好 我的老師王邦雄老師 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叫做認命就是好命 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天生身體殘缺 你卻只在那邊敢看說 為什麼是我 如果你的殘缺是來自於也許小時候發了一個高燒 也許來自於一個意外 也許來自於一個不小心不注意 你永遠在那邊悔恨說 如果我當初如何如何就好了 你是一群只回頭看不往前看的台北人嘛 所以人生會經歷過很多令你不滿的地方 你永遠只在那邊怨嘆當中 你就是真是贏 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女兒不見了 為什麼我家燒了 為什麼我真是贏會淪落到今天這樣的下場 可是 了便是好 好便是了 若要好須得了 若不了便不好 你放下吧 停止吧 往前看吧 就是這樣了 那認命就是好命 所以你看 那一些肢體殘缺者 或者是跟大家很不一樣的人 他第一個他要認清 他要接受 他才能夠再往前走 才能夠再往前走 所以這個呢 真是贏聽完以後他懂了 他說 帶我把你這個好了哥註解出來如何 倒是說好好好你解你解 真是贏下面這一段話呢 呃有一點點長 可是呢同學可以去品味一下 我覺得他寫的真的很好 他說 肉氏空堂當年護滿床 摔草枯陽成為歌舞場 肉氏空堂呢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個 什麼都沒有的這個 破墟廢墟呢 當年護滿床 什麼叫做護 護是那個大臣上朝的時候 不是會拿著一根長長的那個 起奏盛上的那個主板 那個就叫護 所以當年護滿床就代表 現在這個看似廢墟的空房子裡面 當年可都是大官呢 可是現在卻是這樣 摔草枯陽成為歌舞場 這個地方曾經是人聲鼎沸 最光鮮亮麗繁華的歌舞場 所以你看到你可以再翻轉他嘛 他說蜘蛛兒結滿雕糧 蜘蛛兒結滿雕糧 綠沙金釉湖在棚窗上 就是好是廢墟嗎 你以為他已經無可挽救了嗎 已經一敗塗地了嗎 他告訴你不是 他今天又是綠沙重啟在棚窗上 譬如說什麼 譬如說我們有很多的文創的 松菸文創對不對 華山文創對不對 都是運用了一些老空間在改造 今天又是人聲鼎沸啊 所以你說人聲的大起大落 何處是起何處是落呢 他說說什麼 枝正濃粉正香如何兩兵用成雙 你還在這邊 你知道女孩子 我有時候會跟我的學生說 我說你們都不要急著去燙染頭髮 為什麼 以後有你們好燙染的 你們現在是最 因為老天賦予你們最大最大禮物的一段時間 不管你們的整個可以如海綿般去吸取知識的 飽滿的這個吸取力 記憶力 創造力 又或者是你們的外貌跟青春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說我的青春是浪費的 你是虛質 你是可以浪費的你的時間 你們是可以幾夜幾夜不睡覺 對你們的體力 對你們的健康都不會起任何影響的 外貌也是 你知道我有時候當了媽媽以後 我會覺得說整理頭髮很麻煩 我就會去跟我的設計師講說 可以幫我就是剪短 剪到像高中那樣 我只要吹一吹就好的嗎 我設計師就說 老師很抱歉 回不去了 為什麼 你的髮質不是 不是十七八歲的髮質 你的髮量不是十七八歲的髮量 你不可能自然而然的吹一吹 那個蓬鬆感就回來了 這個時候就要怎樣 所以你看越老的阿嬤 頭髮燙得越小卷 為什麼呢 她燙大卷不行 她頭髮髮量已經不夠了 她要小卷才看起來頭髮很多 要不然你以為阿嬤的審美觀跟你們不一樣 她不知道要弄成美式明模那種大卷才美 她不知道要留長頭髮 髮量不多了 你在留長頭髮看起來就幾根在那邊飄 所以簡短嘛 所以燙卷嘛 我就會說 當你們還可以享受這個自然的美的時候 真的不太需要用人工的方式 設計的方式去掩蓋它 我講這個也許你們 聽一聽不放在心上 可是我收到一個大四畢業的同學 她後來考上台大研究所 她寫了一張密密麻麻像小書一樣的卡片送給我 她就說她就記得在我的課堂上面 我講過這句話 所以她堅持大學四年 不染不燙她的頭髮 可是一晃眼 你現在在這裡聽我說這個 對那個同學來說 一晃眼就是大四畢業了 再一晃眼就發現 當有一天 你再想到我的國文老師曾經對我說過這句話 你可能是已經是為人母 正在那邊傷腦筋 你的產後落法之嚴重 必須要靠什麼方法來掩蓋的時候 你會覺得時光過得真快呀 枝正濃粉正香 就像你們男生對不對 好啦男生我承認 現在有頭髮變就趕快變 因為以後不一定有頭髮可以變嘛 所以男生不在我討論的話題內 就是你再去想 你現在還為了這兩根瀏海設計師 到底要把你分這一邊還分那邊 而痛苦 而覺得今天怎麼樣都不對勁的時候 枝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雙 你真的是一晃眼就覺得你白髮勒 時間感是這樣子的 你知道對於一個小朋友來說 一個十歲的小孩放兩個月的暑假 好長喔 放到最後都不想放了想要開學找朋友玩了 因為在他人生當中兩個月佔的比例很大嘛 可是到二十歲你們放兩個月的暑假 你們覺得剛好而已 所以別人說哇你們大學生暑假可以放好久 你們說還好啦剛好而已 不會流連也也不覺得久 你知道到四十歲尤其是我們一開學 老師們在說 我覺得暑假才剛開始怎麼就結束了 因為當他放到那個 他的人生坐標當中 那兩個月是比例很小的 所以你在對一個七十歲的老人說兩個月 小學的時候你們會不會覺得一天去 從早上去到下午四五點的時候 你覺得好久喔 終於一天又過了 你們現在會覺得很久嗎 還好而已 到以後你的時間過得不 以前是在熬 後來是在過 再過完那個時間是用流的 你真的會覺得我的人生就這樣了嗎 就是彈指欸 就真的是彈指的瞬間 你覺得怎麼會呢 我還覺得我七十歲 你們覺得我還有五十年要熬 不是的 一晃眼就過了 說什麼知正農粉正香如何兩兵又成雙 昨日黃土龍裡龍頭送白骨 今宵紅燈葬禮握鴻 這是什麼 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嗎 所以 人生又是從哪裡開始算起呢 今滿香 飲滿香轉眼乞丐人間棒 蘇啟兒的故事對不對 還在重重的高位享受榮華富貴 轉眼一個宣告你破產 你就是化為零 甚至是複數了嘛 證探他人命不償哪知自己歸來喪 你知道你可能還去參加好友的喪禮 然後在那邊感慨說 他怎麼會這麼早就走了呢 當初我們在玩三對三鬥牛的時候 他是我們裡面跳最高跑最快 投籃最準的 怎麼會我們當中大家還好好的 他第一個生病就走了呢 你還在那邊感慨說 你怎麼會去參加你好友的喪禮的時候 出來可能一場車禍 下一個朋友要參加的就是你的 所以這種人事的流轉 露出害怕的臉 就是這種流轉跟意外你很難說嘛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們的新聞很喜歡報導 那個非常意外的巧合的事嘛 那對不對 你可能因為一個偶然不小心遲到了 所以沒有趕上那一班奪命的班車 那一班夜車 但你也很有可能 你以為你僥倖補上了那個位 卻搭上了那個車嘛 是不是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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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ts高粱 我一直要希望 女兒嫁得很好 家在富貴人家 過得生活得很好 誰知道將來 搞不好替你老爸還錢 搞不好 你看很多明星嫁入豪門 結果老公失業就垮了 他反而背了更多的债 对不对 谁尘望流落在烟花巷 阴贤沙帽小致死所加抗 很多人当官 觉得官位升得太慢了 所以走后门走捷径 被查出来诈骗贪污 然后什么说游说什么等等的 反而一片虔诚似己就此毁掉了 对不对 致死所加抗 左连破敖寒金贤子满场 这是什么 难科一梦 昨天你还觉得自己寒窗苦毒 然后不知道未来哪日 可以熬出个头 结果只要一翻身 天下一举成名天下之 对不对 一旦考中了就 过不完的荣华富贵了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反任他乡是故乡 圣荒唐到头来 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子 起起落落的 塞翁失马 焉之非福 你不能够说你此刻如何 未来就一定如何 你也不能够确保 今日的富贵 不会是明天灾祸的开始 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如果人生到最后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没有什么东西是可永久停留 获得永恒的 那么今日你的贪嗔痴又是为了什么呢 好 曾世影说了这一段话之后 道士知道他懂了 他说姐的妾姐的妾 是以说走吧 就把道人肩上的搭帘呢 抢过来背着 不回家就跟他呢 飘然远去呢 就去修行去了 好 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还会问我说 老师他不会回去跟他太太讲一声吗 他太太不久前才没了女儿 现在又没了老公 如果你还会担心这些 你就没有听懂好了哥的意思 没有听懂真是你的全结 当断即断要了即了 这些俗事都是可以随时割舍的 只要你确定了那一个点 那一个了的 那个线画在哪里 你的人生就可以有不一样的开展 所以真是影懂了 过去对他也不 他也不需怀念了 他就跟着道人去修行了 所以有了修行之后的真是影 会在小说最后一回 120回的时候 算到他的女儿真因莲即将历劫归来 然后把他接回家乡 整个红楼梦就成了一个 头尾的呼应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了